大家好,pukul.com将为大家介绍时间介细词 时间介细词包含哪些?包含最基本的in on it 那我们在什么时间可以使用in on it 首先第一个是in的部分 in的部分大家可以记得是比较大范围的时间范围 比如说像第一个月份的部分 月份这边有标示给大家清楚了解是 1月到12月的写法 所以请大家也要记得1月到12月该怎么念该怎么写 所以January,February,March,April,May,June,July,August,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 所以1月到12月 这是不包含日期的部分 只有单纯在讲月份的时候我们要使用in 所以比如说举例来讲I was born in March 所以这里指单纯的加月份的部分我们是要使用in的 再来第二个是年 比如说像今年为2016年 所以我们也是要使用in 或者举例来讲I was born in 1989 1989年也是指那一个年限 所以也使用in 再来是季节 季节包含了春天、夏天、秋天跟冬天 那秋天的部分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autumn、一个是fall 所以这两个讲法都可以一起记起来 所以在我们在讲季节的时候 一样我们是使用in,in summer 还有另外一个是世纪 世纪也是非常大范围的 所以像是20世纪 记得在20世纪我们这里要加一个贯词the 所以in the 20th century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早上、下午、傍晚 这个我们也是一样要使用in 但请记得我们一定也要加一个贯词the 所以是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另外呢 再讲过去 the past 现在 the present 未来 the future 这里一样我们还是要使用的是in 来代表过去一个长时间 现在未来长时间 所以in呢 是使用在大范围的时间上面 再来呢 时间阶系词on的部分 它使用在特定的某一天 比如说像日期 我们限定在某一天 比如说是像是3月31号1989年 所以我们要使用on March 31st 1989 如果我不要这个年 我只需要日期 一样我们还是使用on 比如说on March 31st 这样我们是使用on的 再来哈 平日的某一天 比如说像是星期一到星期日 Monday Tuesday 我们还是用on on Monday on Sunday 这是特定的某一天 或者呢 是平日某一个早晨下午或傍晚 这时候呢 我们要使用on on Tuesday morning 比如说星期二的早上 on Tuesday morning 或者是星期日的下午 on Sunday afternoon 都是指特定的某一天 我们就使用on 接下来最小的时间范围是什么 是at 首先呢 第一个 像是我们的中午啊 夜晚 或者是午夜 midnight 这个呢 比较特别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这个时间范围我们要使用at 比如说at night at noon at midnight 除此之外呢 最小范围是几点几分 比如说现在呢 I watch TV at 9.30 所以呢 在9点30分 我看电视 那这个时间范围呢 几点几分 我们就是 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使用at 除此之外 这个也是要另外再记得 此刻 the moment 或者呢 当前的时间 现在是 the present time 或者present 所以呢 这里要记一下at the moment at the present time at present 这里我们就要使用at的部分 那最常使用的是几点几分 at 再加时间点 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的是实战题的部分 首先呢 第一题 这边呢 你看到the afternoon 这里我要用什么 刚刚有记得吗 刚刚在讲到 比较特别的 in the afternoon 这边我要使用的是in 再来呢 我要讲特定的某一天的时候呢 我就要使用on on October 1st of last year 去年10月1号 这边我就要使用某一天 特定的一天 我要使用on 再来月份 因为它是属于大范围的 所以我要使用in in September 再来呢 你看到 the future 未来 也是一样 我要使用的是比较大范围的 也使用in in the future 再来呢 是讲某一个特定的某一天 星期日早上 所以是on Sunday morning 以上呢 是我们简单的介绍 时间介细词的部分 谢谢大家 我先订阅 我先订阅